因为亮剑中的这台词,日本曾要求李优兵道歉,网友,入戏太深。 现在的影视剧市场可以说是发展得很好,各种题材的电视剧很多,但说到抗日剧很多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节,而且抗日剧一直都很受观众的喜欢,除了一些抗日神剧之外,也有一些被大家称为经典的,比如说亮剑就是其中之一。 亮剑可以说是完全地把中国人的血性给表现出来,让观众们看起来也很过瘾,虽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,但现在看来还是一部很经典的作品。 也算是给抗日剧做一个标准,不需要太多夸张的情节,一样可以让观众们满意。 拍摄和历史有关的作品,首先第一点就是眼尊重历史,如果过于夸大的情节,会让人觉得偏离历史。 而亮剑就非常的符合历史,并且剧中的每个人物都很符合剧情的需要。 李又斌试演的李云龙,虽然是个团长,但是性格比较直,说话也是比较直,还经常会抱粗口,这些反而会给观众一种更真实的感觉,也让观众在看的时候,不由自主地就进入到剧情中了。 只能说人家成功不是随便就成功的,都是下了功夫的。 这部电视剧在播出后很火,影响也非常大,各大电视台都在争先地播出。 但剧中的一句话还涉及到了两个国家间的问题,熟悉这部电视剧的观众应该知道,剧中李云龙有句台词是,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日本有点不舒服了,因为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士道的国家。 有网友表示道,这部片子本来就是说日本之前在中国犯下的一些错误,这句台词也是对你们犯下错误的一句发泄的话。 于是因为这句话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还有人要求剧中李云龙的誓言者李佑斌给道歉,看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句了,看来这部电视剧在日本也很火啊,这么多人都看过,而且还入戏挺深的。 如果这都要道歉的话,那当年的事情可不是道歉能解决的。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看法呢?因为亮剑中的这台词,日本曾要求李佑斌道歉,网友,入戏太深。